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下面我们继续看推背图第33项,第33项,秉申,训下对赏,大过。 衬曰 黄河水清,气顺则至。 主刻不分,地之无子。 颂曰 天长白铺来,胡人气不衰。 翻离多彻去,至子半可哀。 金圣叹的解读是,此相乃满清入关之旨。 反客为主,代义气数使然,非人力所能挽回于。 辽吉尔后,胡人两主中原,黄黄汉族对之得无有愧。 对应的历史时间是公元1644年,吴三桂详清,清兵入关,打败大顺农民军,同年清顺之地迁都北京。 推背图中,一条插着八的旗帜载有十人的船行驶在河中,指八旗制度的清朝在入关后传十地。 趁中,黄河水清,以黄河御中原,指清朝取代明朝,统一中国。 气顺则质,既指清兵入关后首个皇帝顺制的年号,又比喻中国逐渐游乱变质。 主客不分,指原来隶属于明朝的女真族,变成中国的统治者。 帝之无子,子是十二帝之之首,指清十二帝中的第二个皇帝,皇太即将,国号从今改为清。 因为顺制是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,又有清传十地的说法。 宋中,天长白铺来,指满清兴起于白山、长白山、黑水、黑龙江的东北地区。 翻离多彻去,公元1673年至1681年,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。 智子半可哀,指清入关后的十地中,半数在即位的时候,还是小孩子。 这一项说的是满清入关的事情。 船上八面颜色各异的旗子,就是满洲的八旗,自东向西而行,就是清朝入关的方向。 就连传仓里所作之人,也被认为是暗指清朝的帝王,甚至于画面中,述出仓中作有时。 人,正应了清朝入关后的十位君王。 唯一与历史不符的,应该就是满洲人入关建立大清,走的不是水路,而是陆路。 关于清朝,许多人的印象都是屈辱,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,那么多遭人蹂躏的事件,令人不忍足毒。 那些穿着长袍马褂,顶着半个光亮的脑瓜,拖着常常发辨的清朝人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外人士心中落后的代表。 但和其他中国古代的王朝一样,清朝也曾有过令人振奋的开国之时,也曾有过令人向往的繁华之时,只是曾经的美好,被后来的屈辱所遮掩,甚至是覆盖了。 清朝开机,在沈阳以东的一个小村落,山里的猎户俱群而居,雷土未成。 传说这个地方的历史,要上述到唐瑜时代。 这个部落的人口越来越多,分化出许多不同的部族,但都是好勇斗狠之辈。 赵宋时代,出来一个完颜阿古打,明朝出来一个努尔哈赤,大明朝的麻烦就降临了。 努尔哈赤,以十三副一甲起兵,凭着刚猛无仇的勇武和灵动无常的韬略,统一女真各部,统一东北地区,创建八旗制度,制定满洲文字,建立后金政权,促进满族形成。 丰富兵潭经验,制定辅猛政策,进行社会改革,决策迁都沈阳。 在努尔哈赤死后,由自己的儿子太宗黄太极借位。 在黄太极刚刚接任的时候,中国的大权争夺人物有名崇祯皇帝朱有俭,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蒙古查哈尔布林丹汉。 他们三人与黄太极,都是逐鹿中原者,但最后是黄太极技高一筹,最后的结局是,43岁的林丹汉败死,34岁的崇祯皇帝梅山自义,40岁的李自成仅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后,就败死九宫山。 皇太极则将他们的女真族名改为满洲,改国号大金为大清,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建立。 成果的享用者,则是清朝第一位少年天子,也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君王,清世祖弗林。 清世祖顺志帝远不如他的爷爷和父辈,先天的不足,再加上怯懦,被动的个性,注定顺志帝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。 而玄业也就是康熙皇帝则不同,身为大清王朝的第二位少年天子,康熙皇帝也曾面对父亲顺旨,曾经历过的严峻形势。 但年轻的康熙雄才大略,胆量过人。 他十六岁就至秦敖拜,收回皇权,确立了自己的君王地位。 随后,整顿义政王大臣会议制度,撤三番特权,并平定三番叛乱,收复台湾。 他一面发展经济,任用,拉拢汉族地主,实行满汉融合,另一方面又开放海禁,开设了广州、张州、宁波、云台四个海关与外国通商,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。 康熙三十五年、三十六年,他三次亲指戈尔丹,加强了对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治理。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,清朝开始走上盛世之路。 延续康熙开创的盛世的大清帝王有两位。 第一位是康熙的儿子世宗映真,雍正皇帝都以其广博的学识与刚毅的性格,完成了盛世的延续。 他整顿利指,设立逆折制度,设军基础,改土归流,贪丁放地,废除剑脊,一系列的改革,解决了康熙后期产生的问题,留下了一个平稳的江山。 第二位是康熙的孙子高宗弘历,他在位时,大清的盛世达到了顶峰。 自仁宗嘉庆帝这位严重年所言的平庸天子开始,大清帝国走出了盛世的光圈,一步步地走向衰败与没落。 被白连教困扰了九年的嘉庆皇帝,被鸦片纠缠一生的道光皇帝,被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,欲忠兴大清,却被甲午中日战争击败的同志皇帝,有心变法,却无力掌控全局的光绪皇帝,和在懵懂无知的年龄,便登基又退位的末代皇帝, 都是大清朝逐步衰落的见证者。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总有,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,使他们无法如创造康乾盛世的帝王们那样做出令人惊叹的成绩,但与明朝后期那些荒诞的君王比起来,他们显然要英明地躲。 即便是如推背图质子半可哀所说的那样,大清的帝王有五位是少年天子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年后的有所作为。 有人说清朝的皇帝都很无能,把中国的国土都拱手让与他人,而关注于清朝后期帝王的割地求荣,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不幸,而非他们个人之力所能改变的。 而他们的不幸,则在于生活在世界发生巨变,而中国日渐落后的时代。 对于这一点,无论是推背图、烧饼歌,还是其他诸如马前客之类预言书的作者,都无法预测到的。 以上就是推背图33项的历史背景。 以上就是本期关于推背图的视频内容,由于有关推背图的内容比较多,所以分好几期来完成。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下期视频再见。